各位導致朋友早安 歡迎收看真投資 我是分析師鄭文貞 今天是2月1號星期三 我先給各位一個大方向 今天的台股會很好 整體的盤面 不論說大盤的漲勢 還是中小型股的表現 今天都會非常的好 為什麼會說今天會非常的好 等一下會帶大家看 因為其實在於昨天 有一個很特別的現象 昨天加權指數是下跌了200多點 但是新台幣是大幅度的升值 而且是爆量 昨天新台幣的成交量 爆到了630多億 爆這麼大的量 新台幣昨天是大幅度的升值 但是台股卻是大跌 代表什麼 代表說其實昨天 它只是在消化 跳空開高的賣壓 這麼大量新台幣進來 它會留在今天明天後天 開始去進場 所以其實這個邏輯 你會知道說 在今天的行情 絕對不會到太差 那你去看 昨天台股是跌了200多點 但是我們給大家的個股 像是紅寶 橘子中興店這些 通通都大漲 尤其是紅寶 紅寶我們在封關之前 公開送給大家 昨天直接一根漲停板 而且是鎖死 鎖死到尾盤 這就是我在強調的 便宜的好股票 它不論大盤怎麼走 它都會漲 好 個股等一下再來講 先看指數 以指數來講 昨天雖然說跌破了年限 藍色這條是年限 雖然說跌破年限 但是其實 它就是在消化年限上下的賣壓 因為畢竟說年限算是一個 比較重大的關卡 所以反覆震盪算是合理 預計最快今天 要最慢在本週 指數就會收復回年限 所以只要說指數收復回年限 就像我們講的 年限上下會是一個很好的買點 因為只要指數正式站上年限 很多個股的本益比 都會跟著被拉高 就是說什麼情況都不變 它的空間自然會變大 所以這個時間點 大盤我們就不去過度分析 大盤去過度分析沒意義 反正就是稍微震盪 它就會站上年限 整體格局來講 今年的大盤 絕對沒有任何問題 我們講過很多次了 包含說今年的台股錢很多 美元跟美債的弱勢 讓台股錢就是注定要非常的多 再來就是 現在大家在擔心的 所有利空 經濟 總金 通膨 營收 所有的利空 在去年第四季都反映過 基於這兩個理由 今年台股應該說上半年 上半年幾乎沒有什麼看空的理由 所以大盤我們就不花時間來講 那你去看 我們直接看這個位置 我帶大家看說 為什麼說在這個位置 行情會很好 這是加權指數 加權指數在昨天是下跌了 200多點 228點 但是你去看 昨天的新台幣 昨天的新台幣是大幅的升值 這一根 因為台幣往下跌就代表升值 昨天是大幅度的升值 但是台股卻是大跌 這是一個很極端的訊號 因為說 合理來講 台幣大幅度的升值 錢應該是要匯回到台股 所以台股應該是要大漲 但是台股卻沒有漲 就代表說 昨天新台幣的這些資金 他是先parking到台灣 他先parking到台灣 但是還沒有放進股市 只要一個好的買點 這麼大量的錢 他開始進去股市 整個行情會非常的可觀 所以其實 就從這個現象來看 你會知道 今天明天後天 行情絕對不會到太差 新台幣大幅升值 台股卻是大跌 什麼邏輯 是不是 就代表說這些錢 他在這幾天 一定會陸續進台股 所以大家一定要先 記得加入我的Light 因為這個時間的行情 真的我們白話講 就是送分題 真的是送分題 就是說 很多的股票 他應該 應該漲到哪裡 他的合理價到哪裡 這個時間點 都會陸續補漲上去 尤其是就像我們在年前 一直跟大家強調的 在今年第一季 很多的股票都會漲 但是只有無庫存 而且夠便宜 他才會大漲 你去看昨天 昨天整體的盤勢 其實上漲股票很多 但是清一色的共同點 都在於 他沒有庫存的問題 為什麼一定要說沒庫存 他才會成為真正的大標國 等一下再來講 大家記得先加入我的Light 記得先加入這個Light 你加入這個Light 昨天的紅寶 還有很多個股 你絕對都賺得到 直接打開相機 直接打開手機 打開相機 用相機掃描這個QR Code 可以直接加入 來你去看 如果你有加入我們的Light 在封關之前 我有把這張表 放在我的Light裡面 在我的Light社群裡面 第一檔就是5258的紅寶 昨天一根漲停板 是不是 這就是送給大家 開工的大紅包 我們是公開講的 公開發布在我們Light的社群平台 所以只要你有加入我們的Light 昨天紅寶這一根 這麼扎實的漲停板 這就是送你的開工大紅包 所以看我們的節目 加入我們的Light 絕對是有價值的 不論說台積電 大立光 或是說紅寶 每一檔你都可以賺得到 所以底下還有四檔股票 這裡 這裡還有四檔股票 大家可以自己去加入去看 5258的紅寶 以及昨天漲停板了 就不要去追 也是恭喜所有的觀眾朋友 通通都賺到 那也特別提醒一下就是說 發布在我Light社群裡面的股票 如果說漲上去就不要再追了 因為說它最好的買點就已經過了 所以其實你去看 昨天很多的股票 包含說車用的 車用的紅寶 育龍 我們在去年大賺了50%的育龍 2201的育龍 還有包含像是檢測相關 3587的紅康 宜特跟飯全 還有像是綠能相關 中興電 我們在年前也講過 中興電 大雅 華城 上尾投控 這些 昨天都是整個盤面特別強的股票 這些股票的共同特色就在於說 它沒有庫存 而且位階又低 所以就符合我們在年初所講的 在第一季很多的股票都會漲 但是只有說真正便宜 而且無庫存 它才會成為真正的大錶股 為什麼會說只有無庫存 它才會成為真正的大錶股 因為說一檔股票它的延續性要夠強 它的營收要先開得出來 因為說營收開出來 它全年的獲利才會被上修 全年的獲利被上修 它的合理價格才會跟著被上調 你去想 如果說有庫存的股票 它其實營收是開不出來的 就是它頂多就是跌身後的反彈 但是它沒辦法開出實質的營收 實質的營收出不來 就代表它的延續性不會到太強 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堅持 只買進最便宜的好股票 5258的紅寶 昨天大盤下跌了200多點 昨天大盤下跌了200多點 5258的紅寶 是逆勢直接一根漲停板 這就是我所講的 漲勢的延續性 你去看 5258的紅寶它是做Post機 就是算IPC工業電腦 再來 充電中的支付系統 這是趨勢產業 也沒有庫存的問題 重點在這裡 5258的紅寶 2023年預估要賺9到10塊錢 要賺9到10塊錢 股價不到70元 怎麼可能不會漲 當時我們在買進的時候 股價不到70元 70以下買 隨便都是賺 這裡買 往上拉一根漲停板 昨天最高78.6 這就是產業價數字 透過產業我會知道 IPC在今年沒有庫存的壓力 你會知道說 紅寶它是做充電裝的支付系統 一些Post機 充電裝的支付系統 它就算是一個趨勢 因為電動車如果說在今年要提高市占率 它就需要所謂的充電裝 那有充電裝 它就要有充電裝的支付系統 不然怎麼付錢 所以只要說充電裝的 市占率提高 充電裝它的支付系統 也會跟著往上拉 所以包含昨天的聯宇 紅寶 它就在做這塊系統 所以趨勢沒問題 又搭配上數字夠強 數字漂亮 股價便宜 怎麼可能不會漲 是不是 所以昨天的紅寶 今年要賺8到9 9到10塊錢 今年要賺9到10塊錢 你就會很清楚知道說 70以下的價位 你可以下去做大買 很輕鬆就是賺到一根漲停板 你去看 這就像我們講的 假設說你不知道紅寶 今年要賺多少 70元上下的股價 是便宜還是貴 我怎麼會知道 但是如果你知道 今年要賺9到10塊錢 70以下的價位 我確定它就是便宜的股價 這個位置 就一路大買上去 昨天一根漲停板 通通都是賺錢 這就是 做股票 所以這就像我們講的 其實只要說了解了 產業價數字 每一檔股票它到底是便宜還是貴 你就會非常的清楚 當你知道說每一檔股票 它現在是便宜還是貴 賺錢怎麼還會有問題 你就會很清楚知道說 紅寶70元以下 這確定就是便宜的價位 那既然是便宜的價位 我們的動作就只有一個 就是買進 是不是 所以我們在年前 才會送給大家 5258的紅寶 所以很輕鬆 就是賺到了一根漲停板 掌握產業加數字 賺錢就是這麼輕鬆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你一定要來找我 因為只有說透過產業加數字 我們才能夠買進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它的空間也才會夠大 好 還有像是 3027的聖達也是 3027的聖達 這也是 這也是年前佈局 聖達它是做除能系統 除能系統它是跟新能源比較相關 它的本益比可以比較高 全你預估3元 不到40元 確定這一定是便宜的價位 昨天大漲了5% 我們在封關前買 好 那在開紅盤日1月30號 大漲7%最高來到39.45 昨天繼續漲半跟漲停半 最高來到42.1 很輕鬆又是10-15%的獲利 3027的聖達 這就是產業加數字 除能系統 確定這是趨勢產業沒有問題 重點在這裡 今年要賺3塊錢 跟綠能相關的產業今年賺3塊錢 本益比10倍出頭 絕對是便宜的價位 所以當你知道說聖達今年要賺3塊錢 股價在40元以下 我很確定這就是便宜的價位 既然你知道40以下 這是一個便宜的價位 當然就是去買進 很輕鬆就是賺10-15% 是不是 所以其實 很多投資人會去把做股票複雜化 覺得說 要去看一大堆的技術分析 可能說KD MACD均線 所有都要看 其實不需要 其實說 只要了解到一間公司 就是它的建議售價跟合理價格 買賣股票賺錢 就是這麼輕鬆 你看我們在買賣股票 真的不難 我就是告訴你說 它的產業情況怎麼樣 它今年的預估獲利怎麼樣 就這兩個重點 講完 我們就是10% 20% 30% 這樣一直在賺 所以 3027的聖達 你去看 3027的聖達 開紅盤子不久 10-15% 紅寶 昨天一根很漂亮的漲停板 這兩檔的共同點是什麼 都在於 它是便宜 而且無庫存 它的漲勢跟延續性就會特別強 其實說這個邏輯很簡單 為什麼說 在第一季 那我們一定要去挑選說 無庫存 而且要夠便宜的股票 它的延續性跟漲勢才會夠強 它才會有增標股 因為說 這個邏輯是這樣 在本益比不變的情況下 本益比不變的情況下 如果說一檔股票 它的合理的價格 或者說法人的目標價 要被上修 它的營收就要先開出來 就是說假設 我們假設聖達好了 假設聖達說今年賺3元 如果說1月份的營收開出來 1月份的營收開出來 大幅度的優於預期 這個全年的獲利 它就會被上調 可能說從3元調到3.5元 如果說全年預估獲利上調 股價的空間 自然也會跟著被上修 它自然會成為一檔 真正延續性強的標股 但是有庫存的標的 因為說它還有庫存要消化 所以實質的營收開不出來 它就沒辦法成為說 大漲個30% 50%的大標股 懂了吧 所以在今天我們一樣會針對這類型 無庫存而且便宜 真正最強的好股票 下去進行佈局 買進全新的黑馬股 利用廣告時間 直接打電話進來 我們先進段廣告 所以其實在今年整體的行情 就像我們年初所講的 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絕對會超乎你的想像 所以是不是我們在年初 一直告訴大家 不論說你去年 操作怎麼樣 2023年絕對可以幫你把 在去年沒賺到的 少賺的 或是說虧損的 我們就是連本帶利的把它賺回來 因為在2023年至少說上半年 上半年真的是沒有什麼看空的理由 有什麼好看空的 你說經濟通膨總經營收這些 去年第四季都反應過了 那今年的錢又這麼多 外資一直在賄賂一直在賄賂 那又加上 美元跟美債對於台股不會有壓力 基於這兩個理由 台股今年不可能落到哪裡去 所以其實這個時間點 整個盤是真的是送分題 就是非常非常好賺 尤其是一個重點 今天預計 預計最快今天 台股就會收復年限 大概是這個位置 這裡 因為說它會在年限上下震盪 那預計最快今天 最快今天就會直接在收復回年限 大約是15300點 大約是15400點之上 就會收復 最快今天 最慢也是本週就會開始站上去 那站上去之後 很多股票它的空間 會跟著被拉得非常的大 所以這幾天會是一個很好的佈局機會 那你去想喔 為什麼會告訴大家說 我們要去挑的就是 便宜而且無庫存的標的 因為加權指數只要站上年限 這就是市場普遍定義的多頭行情 那如果說在多頭行情裡面 你去挑一些有庫存 但是營收開不太出來 跌升反彈的股票 賺個5到10% 你去想 在一個多頭行情裡面 我們要賺的 是30到50% 你去賺個5到10% 能看嗎 是不是 所以其實就是說 指數很快會站回年限 站回年限之上 這就是市場定義的多頭 既然是多頭 我們的目標就不是什麼5到10% 而是30到50% 既然要賺個30到50% 我們要挑的就是 營收要真的開得出來的標的 是不是 所以記得先加入我的Lite 這裡 我會告訴你說 在本週下週 會有哪些全新的標股 重點是我告訴大家的都是 真正便宜 延續性搶的好股票 直接打開相機 用手機掃描 這個QR Code可以直接加入 你去看 如果你有加入我們的Lite 在封關前 5258的紅寶 你一定買得到 買到紅寶 昨天隨便賣 都是一根漲停板以上 所以記得先去做加入 如果說 想要利用說在今年 把去年沒賺的 少賺的虧損的 全部補回來 連本代利的賺回來 你就打開相機 打開相機 直接掃描 我們現在右下角的QR Code 直接掃描 你就丟個貼圖給我 或是直接私訊我 會去幫你做完整的資金規劃 不論說去年操作怎麼樣 不重要 我們就是把握今年 把它討回來 所以在這個時間 台股真的是送分體 既然說止住很快就會 站回年限 我們要挑的 當然就是最強 有機會漲個350%的股票 所以聖達這就很標準 五庫存而且便宜 算是儲能 儲能系統全年3元 一路往上拉 很輕鬆10到15% 包含我們在年初所講的 橘子 便宜無庫存 開紅盤日大漲7% 昨天繼續創高81元 有沒有 這個延續性就夠強 很輕鬆隨便就是 20到30%左右 你去看 6180的橘子 我這樣舉例好了 為什麼要說 銀售要開得出來 它才會強 就是假設說6180的橘子 今年賺8到9塊 今年賺8到9塊 好那假設 8到9塊 我們舉例 8到9塊 那給一個比較 合理一點的價格 可能說80到90元 那當它到了80到90元 只要說 營收開出來 又優於預期 這個8到9元 它就會再被上修 就是說只要這一間公司 它今年是持續在成長 每個月的營收開出來 優於預期 全年的獲利就會跟著被上調 那全年的獲利被上調 就代表說 在本益比不變的情況下 它的合理價格 也會跟著被上修 那這是不是 就會成為真正的標股 所以你去看 很多的股票都是說 營收開出來 又漲一段 營收開出來 又再漲一段 這就是真正的成長股 但是如果說 有庫存的標的 因為說 它還是要去消化庫存 所以它營收開不出來 營收開不出來 頂多頂多就是跌升後的反彈 這之間的差別就在這裡 所以我在這個時間點 帶大家所買進的標的 通通都是真正的成長股 都是有機會漲個 3.50%的增標股 所以6月8年的橘子 一路往上漲 還有像是1513的中興店也是 1513的中興店 是不是 無便宜無庫存 年初 先漲一段 昨天繼續漲 漲到81.6 這就是今年整個出能大趨勢 今年賺6到7 這個價位 絕對是合理 8171的天宇也是 我們從年初 它從年初一路漲到了風光過後 昨天一樣是創高 58.9 今年賺4到5 這個價位絕對是合理 延續性夠強 所以你可以發現 我告訴大家的股票 都不是所謂的單日行情 也不是說漲個3.5%就不會動 而是它的延續性要夠強 從年初 從封關前漲到封關後 這就是我們堅持的吧 為什麼會堅持說 一定要買進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因為只有便宜的好股票 空間才會夠大 只有空間夠大 我們在多頭行情裡面 才能夠賺到3.50%的獲利 是不是 因為說只說站上年限 我們的目標絕對不是什麼3.5% 而是30到50% 甚至是要去找一檔 能夠翻倍的股票 這也是為什麼 你一定要來找我 因為只有產業家數字 才能夠帶你買進 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今天我們會進場 全新的標的 記得先加入我的Lite 或是直接打電話進來 其實說這個時間點 機會真的非常非常多 就是說 怕你買不完而已 絕對不怕你賺不到 你去看喔 包含像是這一檔 華新光 華新光其實他也算 他目前的位階也是非常的低 還有像是4977的重打 他也是跟華新光一樣 位階低 還有像是 387的宏康 也是我們在年初所講的 檢測無庫存便宜 昨天也是創高 所以這個時間點的機會 真的非常非常的多 尤其是 大家可以去注意 只要說指數佔上年限 很多股票 就算說產業不好 充滿了利空 它還是會漲 這就是一個市場的氛圍 所以把問指數在年限上下震盪的時間 我們一定要利用這樣的機會 去佈局新股票 所以我們在今天跟本週 一樣會針對這類型真正便宜的好股票 下去進場做佈局 買進全新的黑馬股 歡迎利用盤動的時間 直接打電話進來 今天節目就到這邊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